我也认同 你还能说一些其他的 你的能力 匹配上三万的薪水吗 我觉得管理能力也行吧 你管理过什么样的机构吗 有过管理的经验吗 或者你带过多少人 然后是什么职务 你做过保安队长还是 保安队长也很简单 你做过吗 没做过 我就问你 你管过人吗 没有 你有过管理岗位的工作经历吗 没有 你有过管理这方面的学习吗 没有 那你刚才说 你还有一些能力 比如说是管理 你是怎么 做出这样的一个表达的呢 我只能说有些知识 并不是非要去学校去学 这说的不是知识 说的是经验 历史上有两个人 他既没有工作经验 他还没有学历 第一个 姜子牙 第二个 德赵 第二个是我这样 他呀都没有工作经验 那你就可以说 就是他们所说的经验 实际并不重要 我觉得你是奇葩也好 你是天才也好 我认为首要应该解决的 实际上是生存 我觉得现在不是你和我们讨论 是说你到底能不能拿到 三万的问题 我觉得根本不是 是说能不能有一件事情 在您的人生过往到现在 您是81年对吧 咱们都是80后 能不能脚踏实际 把一件事情 不基于什么呢 不基于个人的这种 什么不好干 和小孩相处不来 这些在我眼里 看起来非常可笑的 这些方式来表达出来 我认为咱们要做一个成年人 就是我 你看你那上面也没写时间呀 就如果说我看你这份简历 我都不会跟你聊天的 但真心说 我觉得非你莫属 是一个负责的平台 我觉得您站在舞台上 您刚才说了 说我已经比其他那些 和我做着同样事情的人强多了 您的勇气我们鼓励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是说 客观一点 脚踏实际地做好一份职业 我觉得比您现在 在这儿跟我们天马辛苦的讲 我真心说 要好得多 因为毕竟 是吧 您还要继续生存下去 就是你活在你的小宇宙里 但是你今天来到了我们人间 是吧 你想找一份工作 那这个我们确实 不能太理解 咱们不在一个维度上 虽然你是我老乡 赵明 咱们就来看看 企业家们怎么选吧 这样 好吧 来 第一环节到这里 我们来看看 12位企业家最终的选择 其实我刚才在你阐述你的那几个创意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大家知道网络上有一个词 包括有的出版物也起过这个名字 叫天才向左 疯子向右 我是不赞同我们的观众朋友 仅仅因为刚才我们赵明提的那几个创意 就五段的下结论 认为赵明想的都不对 坐在苹果树下的牛顿 和看到那个水壶 一直在冒着蒸汽的瓦特 他们在刚开始的时候 都有人说他们是疯子 说他们是傻子 以你的身世 以你过往的经历 你还愿意去思考 愿意在你做过的这些工作当中 去发现 去发掘 在这一点上 我是很佩服你的 但是当务之急 先找一份工作 养活自己 然后更多地去了解社会 跟社会接轨 来看看自己的这些创意 有哪些能够真正地 在人类社会当中得以实现 我觉得这个优先的排序 我倒是建议你 这样去排 感谢你来到《非你莫逊》 再见